你知道了,在鎖坡上的一件事的业务 而在超市的货物区是一直购物袋先行爆炸 而当场就造成了13个人受伤 索性送一之后都没有了生命危险 罗斯总统普廷公开认定 这是一起恐攻事件已经展开了调查 逮捕了亲民与激进组织伊斯兰国IS相关的嫌犯